大家好我是紅茶 今天來分享一個也是第一上書的陣容 他是吃妹王兩家生死部 那他有一點像是毒陣 就是一般的毒陣 但是呢不一樣的是他多了一隻張療 這隻張療恰恰好就是他的主攻手 一開始辦寫 辦寫後自殺然後出來出個蛋 那因為有負面嘛 然後就可以不斷的一直觸發張療 那流血的生死部 我其實還蠻不錯的陣容 一般我都比較少看到 就是張療會搭配在師妹王兩上面 他就會不斷的輸出 流血生死部又再補一次 然後他後排喔 又有生死部喔 不斷的一直打 然後像喉恰上負面 然後又有孫魯玉齁 孫魯玉的話算是很好的七八九將 他也會上負面 然後進而觸發到張療的連打 也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他的話張療的兵種一定就是這個 重奴兵嘛 也可以暈眩到步兵跟奇兵 步兵跟特殊兵的樣子 那剛剛好這些通通都是步兵喔 完完全全被控死 真的是被控死 所以也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喔 就是除了張療 可能大家都是搭配華陀啊 甘寧啊 你也可以搭配在師妹王兩裡面 好 謝謝大家